来看看泰坦影响人所有时间线 众所周知 目前已知的三大家族里 泰坦影响人应该算是最强战力了 那么你们知道他的时间线究竟是怎么样的吗 哎 不要着急 奥特就带大家来看看 泰坦影响人在所有对战中 他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众所周知 在面对面具马桶人时 算是泰坦影响人的首次登场 可以看到此时的面具马桶 面对这个庞然大悟也是瑟瑟发抖 你不要过来啊 不到三秒 泰坦影响人就轻松解决了面具马桶人 于是在有了泰坦影响人的帮助下 监控人和影响人决定直接攻击马桶人的老巢 让马桶家族万万没想到的是 泰坦影响人更是直接掀开了他们的房顶 这时候火箭马桶人居然还想反击 结果被一个大逼斗就给删飞了 随后马桶家族就进化出了迷彩马桶人 这种马桶人的两边都加载了火箭炮 可以轻松消灭向机制作人 就在马桶人出现压倒性的胜利时 泰坦影响人又出现了 但这次的影响人居然中了马桶人的圈套 原来马桶家族为了应对泰坦影响人 居然发明出了一种寄生马桶人 就在泰坦影响人攻击迷彩马桶人时 这个小型寄生马桶直接控制了泰坦影响人的大脑 并且被寄生的影响人瞬间失去理智 接下来的时间里 监控人成功地发明了应对寄生马桶的镭射枪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种普通的镭射枪居然对寄生的影响人 没有任何作用 于是监控人又发明了一种镭射坦克 并且这一次的镭射激光 威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就来到了第三阶段 此时被寄生的泰坦影响人 还在疯狂地袭击断 那么这次的镭射坦克 能否成功恢复泰坦影响人呢 就在监控人长官的一声令下 我他妈来了 万万没想到 只是马桶人成功挡下了这一袭击 并且一个激光炮就摧毁了镭射坦克 好的这就是目前已知的所有泰坦影响人的时间线 那么看到这里 你觉得泰坦影响人还能被成功解救 恢复理智吗